大家好 我是新匯商會學校胡校長 讓我和大家簡介一下我們的學校 我們學校著重德育的培訓和知識的建立 我們要求學生能夠做到關愛和欣賞進步 為了令同學可以放心學習 我們設有一班一座教 除了課堂上有員任的老師外 也有一名教學助理 在課室中協助同學學習 為小朋友提供即時協助 有時教學助理也會將小朋友進行獨立式 或抽離式的小組學習 進一步協助有需要額外支援的同學 我們學校除了有很多得育的訓練 和比賽給小朋友外 今年還加入了新星達人計劃 將得育培訓帶入學生的家中 計劃會由家長一起參與評核小朋友 在特定項目的表現 例如今個月的主題是自律 在自律中我們也定了一些小項目標 例如自己主動開始做功課 小朋友達標之後就會由家長評分和簽署核實 學校就會在最後統計小朋友得分 達標同學就會發出獎章以作鼓勵 並且可以佩戴在校服上展示成果 這個計劃深受家長和小朋友的歡迎 對於推動品格進步的效果非常顯著 在知識的建立方面 STEM除了是融入課程 也有單元式的學習 另外學校也都推行STEM Everywhere 善用校舍不同的角落 設置學習STEM的器材 給同學可以動手動腦筋 在不知不覺的環境中投入STEM的世界 做到將STEM用於生活 亦於生活中找到STEM 除了STEM Everywhere外 本校也有三位外籍英語教師 分別負責教授學生的Writing、Reading和Project Learning 學生每星期都有一半的英文課堂 即是六折課堂 會由外籍英語教師受課 增加用英語溝通、互動的機會 學會真正講英文 而剛剛在我們學校也舉行了 小一及小六的中英文文藝會演 同學都上台講英文表演話劇 而家長都來到學校觀賞這個話劇 讚口不絕 對於自己小朋友能夠用英文表演 都感到難以自信 最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可以聯絡我們 讓我們親身為你講解 希望你和你的小朋友 都會加入我們新會商會學校這個大家庭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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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